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已经战胜了围棋世界第一的高手 人工智能什么时候全面地战胜人类 他们会不会超越人类 会不会全面地取代人类 甚至会不会有一天毁灭人类呢 我们可能前些日子都看过一个电影叫《机械机》 里面有一个很有钱的老板 请了一个科学家去帮他测试 他的一个人工智能能不能通过图灵测试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前一段时间又有一个老板请我过去 说你作为一个科幻作家 帮我测一测 我刚刚花了大价钱买了一个人工智能机器 你帮我测一测他能不能通过图灵测试 我说好呀 你这个机器它是什么算法 什么原理 他说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深度学习 强化学习 大数据学习 我说好 那我用三个小测试就能帮你测出来 我猜它是通不过图灵测试的 这三个小测试很简单 他说什么三个小测试呢 我说就是我们人都会的 但是机器现在都不会的测试 第一个测试体 如果哥伦布没有发现新大陆 对中国哪个菜系影响最大 这个提示但是太简单了 对我们人类 我们都知道哥伦布从美国 带回来了南瓜 玉米 红薯 花生 辣椒 还有很多别的食物 那么哪个食物影响最大呢 对于我们吃货界来讲也不难回答 当然是辣椒 如果没有辣椒 那么当然没有川菜 所以肯定是对川菜影响最大 而这个涉及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常识 尽管所有的那些其他的食物也很重要 但是只有像这样的一个灵魂式的味觉食物 它能够调味才对这样的一个菜系影响最大 所以对于人工智能来讲 这是一个跨界问题 它涉及到历史 也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常识 也涉及到饮食 对这种跨界问题 常识问题 人工智能它是答不出来的 我跟老板说你就测试它 这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呢 我说 他说没想到今天这么冷 他希望你如何回复它 那人工智能如果回复给他一个天气预报 肯定不是他心里希望的 那么如果一个女孩子说了这样的话 她是怎么想的 她希望你怎么回复它呢 抱抱 但是这个也不是唯一答案 答案要看你和她的关系 答案要看这个女孩子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 你和她是什么样的关系 当时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下 如果真的是一个跟你关系很不错 有一点暧昧的可爱的姑娘 萌妹子 她也许真的是 说这个话是想让你把衣服给她 然后顺便抱抱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她不是这样的一个场合 是一个女老板 刚正不阿的女上司 她说没想到今天这么冷 那你再说 那我抱抱您吧 她肯定一个耳光子就扇上来了 这个时候她可能是跟你说 你这个工作是失职的 为什么没有给我把房间 弄得更暖和一点 你这个时候赶紧得说 对不起老板 我下一次给您查查 我给您提前安排 所以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对方当他说一句话的时候 他心里的意思 他的含义 他希望我们的回应 这是完全因人而异的 这个需要我们能够察言观色 能够体察对方 理解他人的心思 才能够给出正确答案 我说这个种问题 人工智能他是不会做的 您放心 我帮您测这个 他肯定不行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明年可以学英语 也可以学编程 那你会选择学什么呢 为什么 这种问题呢 对于我们人来讲 也是很容易的 那我们每天都在看 大量形形色色的广告 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 信息充斥 而我们在其中 能够根据我们自身 选出我们自己想要的 这也是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 因为实际上该学什么 这个不是一个从世界上找答案 只要从你自身找答案 你要知道说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你想达到目标要怎么做 根据你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去决定去学什么 人工智能呢 他们不理解自己 他们没有这种原认知能力 他们并不能够为自己做决定 当你跟AlphaGo说下围棋 他不会说我不要下围棋 我今天想去看场电影 他不会做这样的决定 因为他并没有对于自我的了解 自我的认知 所以我说这种能够从自己出发 去做决定的能力 也能够看得出来 人工智能和人的区别 然后老板就问我说 可是你说的这几个东西 在我听起来实在于太简单了 但AlphaGo都这么厉害了 AlphaGo Zero 三天就已经战胜了原版的AlphaGo 那他不能很快就学会吗 我说那我们要来看看 AlphaGo它会什么 不会什么 AlphaGo它厉害的地方 在于深度学习 强化学习 它有很强的算力 它有大数据 深度学习是一种神经网络 它是一种基于大数据的 一种统计的算法 模仿了我们大脑皮层的 一个神经网络 能够从很多的数据里面 找到规律 自己学到最好的算法 它和过去上一代的人工智能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上一代的人工智能 通常经常是专家系统 就是专家告诉你 怎么下棋 你就怎样下棋 但是这一代的人工智能 用了这样深度学习的办法 可以自己学会下棋的套路 但是它是非常非常有局限性的 因为这样的深度学习算法 它只能够处理数据透明 规则明确的一个特定领域的问题 也就是说 在一个特定的边界里面 去处理这个边界里面的数据 然后找到最好的结果 它并不知道 它自己在下围棋 它也不知道它是AlphaGo 它不知道它战胜了世界上 所有的高手 它下了围棋 它也不会高兴 所以它只是在处理一些数据 但是它并没有我们刚才说过的一些 高层次的认知能力 自我认知能力 自我意识能力 然后老板说 那我知道现在这个算法 算力是进展很快的 那么过几天 这个我们的计算能力 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你说的这些高级的能力 是不是就能学会了呢 我说 其实呢 未来我相信 总有一天 人类会能够 人工智能 克服这些难关 能够学到 刚才我说的这些能力 但是 这是一个阶梯状的 并不是拿现在的算法 增强算力 就一定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而是要跨过一个又一个坎 上一个又一个台阶 我说这就像是 当时发明了蒸汽机 发明了电 人们就觉得自己能够解决 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了 物理大厦就剩下了三朵小乌云 可是呢 后来就是这三朵小乌云 牵扯出了相对论 量子力学 又把人类带入了 整个一个新的境界 我说未来可能会实现 但是它需要有 很大的鸿沟 很大的跨越 才能实现 现在这三朵小乌云 在人工智能头上的 就是这综合认知能力 理解他人的能力 自我决定的能力 综合认知的能力 它的困难在哪呢 困难在于 现在的这种深度学习的网络 它一个网络 只能学习这么一件事情 当它学习了下围棋 它把这个围棋领域的数据 都学会了之后 它整个的网络 记住了这一件事情 一旦这个网络 再去学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网络就已经把 就把前一件事情忘记了 因为它是用整个这个网络的 所有的参数 来学习了这一件事情 它一旦在学习另外一件事情 它就已经不会 记得前一件事情的 那些所有的参数 所以这个在 这个科学界呢 被称为一个遗忘的灾难 所以那么一个网络 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 它只能干一件事情 只能在一个特定领域里面 做一件狭展的事情 它不可能像我们人一样 有通识的能力 我们人和人工智能 很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我们人是出类旁通的 我们当我们学习了政治 经济 学习了历史 社会文化 我们学习了家庭 日常生活的做饭 我们学习了交通出行 我们不会认为 所有的这些 都是不同领域的事情 我们是把它融会贯通 融在一起的 我们的人类 在我们的头脑中 有一个世界模型 很多时候 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这个世界模型的存在 它其实就是我们 对物理世界 对于人情世故 这个世界的常识的来源 但是这个世界模型 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有了 这样的世界模型 我们在看 眼前的一幅画面 它明明是一个二维画面 可是我们会用 自己头脑中的知识 把这个画面 在我们眼前 构建成一个三维的 栩栩如生的画面 我们现在看到 面前的这个礼堂 看到这个舞台 看到这些座位 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 有纵深的三维的舞台 可是人工智能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 世界模型 在自己的头脑中 所以它分辨图像 要用很多很多真的图像 要用非常非常多的计算来做 而现在我知道 有一些实验室 做这样的视觉 已经开始试图 用这样的一个 先念的模型 去来构造这样的视觉 而我们的头脑中 都有这样的模型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关于世界的理解 关于他人的理解 关于整个社会的理解 我们的常识系统 这种通识知识体系 是我们理解事情的一个基础 也是我们超越 人工智能的地方 第二呢 理解他人的能力 理解他人的能力 现在是有一些 人工智能和人的语言对话 但是这个语言对话 经常会让我们 就是自然语言处理 仍然还是一个难题 只有在一些特定领域的 一些专业问答 可以有比较好的答案匹配 那为什么自然语言处理会难呢 就是因为人工智能 它实际上还仍然不能理解 大量的情境 就是因为他头脑里面 没有那个对于人类世界 对于物理世界 人情世界的这样一个 通识知识体系 所以他觉得 他理解很多的自然情境 都会很困难 所以现在的这种语言 他还很多时候是用的这样的一个 优化算法的一个搜索 你出了一个问题 他去搜索一个答案匹配于你 但是他很多时候 并不能够真正地理解 对方的意思 此外呢 人工智能 他由于自己 没有那样的内心的情感 松阻的情感世界 他并不能够推挤及人 我们人类是怎样相互了解彼此的呢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用目光接触 有研究共情的学者会发现 最先进的灵长类的大猩猩 可以有通过这样的目光交流 而人类是绝对可以通过目光来理解对方 小孩子大概从九个月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种能力 然后我们人呢 可以有 我们有 头脑中有这个镜像神经元 镜像神经元可以直接反映出 对方的一些意图和对方的一些感受 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到对方 另外我们有推挤及人的能力 就在这个时候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希望对方嘘寒问暖 我们就能推导出 对方生病的时候 他一定希望我们去嘘寒问暖 而人工智能呢 他由于没有这样的 自己内部的这些情感 他自然也很难说推挤及人 所以人工智能 在理解他人的能力方面 目前还是有很多的困难 我也知道有很多的这种实验室 现在已经开始试图 把整个的一个认知框架 一个认知模型 去带到自然语言处理上面 那么在未来 有可能会面对突破 但是那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 第三个 自我决定的能力 自我决定的能力呢 它可能 它得需要两个方面的突破 一个是自我表征的能力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 他需要能够自己说出来 我自己做这个事情是为什么 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智能网络 当他学会了一件事情 你给到他很多数据 他直接给你说出一个结果 我们的人并不知道 他是为什么这么做 他自己也说不出来 他是为什么这么做 这种真正提取出 对于自己来说 有意义的这个因果表达的能力呢 他使得我们做很多事情 可以举一反三 可以犯化 我们可以从一件事情上学到的东西 可以带着这样的因果关系 用到另外的事情 但是人工智能呢 他在很多时候 是缺少这样的原认知能力的 此外呢 人工智能 他也并没有一个说 认为这就是一个我 他这样的一种自我意识 可能未来要到很久很久以后 才会产生 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因为其实人工智能 它目前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 不像我们人与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我们所有的思想灵魂 都封闭在我们同一个身体里面 我们并不能随时连通到互联网 但是人工智能不一样 它很多时候是要 与其他的网络去连接 去连通 所以这样的一种孤立的自我意识 它很可能跟我们人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的这几朵小小的乌云 是人工智能 目前尚不能做到和我们人类一样的地方 未来有没有可能突破呢 有可能 但不是现在 也不是仅仅靠算力提高 需要有更好的 更强的综合性的算法 以及更多的技术性的突破 那么这个老板就问我说 那你觉得人工智能未来 怎么才能达到一个更高水平的智慧呢 我说其实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更多地了解我们人自身 去理解我们人类自身的心智系统是怎么样的 人工智能能在一个领域里面做到极致 但是我们人呢 是一个自我综合协调的系统 我们人并不是一个单一心智的 在我曾经最喜欢的一个人工智能学家 马文明斯基 1985年曾经说过 他1985年写过一本书叫做心智社会 它其实是把人比作一个社会 人的心智里面的每一部分 其实都是都像一个小人一样 小人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复杂的社会 人并不是有单一心智的 明斯基在情感机器中说 我认为人类的尊严来自人类自身的构造 处理多种情况和困难的不计其数的方法 多样性正是人和动物 与过去所制造的机器的主要区别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现在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制造机器的时候 我们总想寻找一种通用智能 就是用这一个智能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人其实不是这样的 人是一种综合智能 在人的头脑里面 其实会有四五个五六个七八个 不一样的智能去处理问题 当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车过来的时候 这个新人和发出的警报告诉我们危险要躲开 当我们看到一个老人摔倒在街上 一种同情怜悯让我们想把他扶起来 但是另一个批判的声音说 他有可能是骗子要躲开 但是另外一个正义的声音说 那即使他是骗子 但是这样可怜的老人 我是不是应该帮助他 但是还会有一个综合的 从一个全景的视野的角度 他会去分析这个时候的形式 分析这个时候个人的情况 分析这个时候的社会状况 然后他可能会报警 也可能会介入处理当时的状况 所以在任何一个情形下 我们其实并不是用同一个单一的智能来处理 我们的头脑中其实有很多很多个声音 我们是要处理这样的一个心智社会 所以人工智能目前 它是一个绝顶的武林高手 可是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 我们的头脑里都是一个武林门派 我们学的更加是一个治理方法 是一个综合处理 一个统一协调的系统性的方法 所以我是觉得在未来 其实人工智能它的下一步发展 不管它往哪个方向发展 它要处理的接下来就是综合的 多功能的 多能力的综合在一起 以及多目标的任务的相互协调 多种价值观 多种任务的相互协调 而这个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去理解人类的大脑 去理解我们人类的心智系统 结果呢 我跟老板说了这些以后 老板就说 好吧 那我干脆就不要测了 这个既然人工智能它肯定答不出这些问题 那我就干脆把这个机器退货吧 我跟他说不行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我说了这么多面面叨叨叨都很理论 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真实地测一测 看看人工智能是不是答不出这些问题 结果测了一下呢 当人工 大家都知道图灵测试怎么测 人工智能和他们在目步之后问他们同样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问了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说不知道 可是人也说 我也不知道 第二个问题问了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说不知道 人也说 我怎么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第三个问题问了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说不知道 而人也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想要干什么 所以当我们反复地这么测来测去之后 会发现 原来我们认为人工智能不能回答的问题 其实这几个 这些人也不能回答 而这个时候呢 那么不是人工智能无法通过图灵测试 而是人无法通过图灵测试 我们如果这些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那么其实我们是看不出 我们和人工智能的区别 但其实这不是人工智能的问题 而是我们的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些综合认知能力 如果我们也不能理解他人 如果我们也没有了自我表征和自我决断能力 那么其实 我们就无法和人工智能做出区别 所以呢 我自己会觉得 人工智能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是误伤人类吗 不是 汽车也会误伤人类 是故意毁灭人类 也不是 因为实际上人工智能力故意毁灭我们 还离得很远 是取代工作吗 仍然不是 他们会取代一部分工作 但是他们会制造出更多更多的就业岗位 人工智能对我们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威胁就在于 当我们过于的依赖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数据系统之后 我们自己如果变得懒于思考 懒于自我反思 而让我们自己的智慧退化的话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对于人类最大的威胁 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天生与生俱来 带着我们亿万年生物进化所具有的大脑的先天的功能 大脑有很多神奇之处 我们自己都没有完全的发觉 而我们人所具有的这种心智系统 实际上它是有很强的综合能力 它是一个智慧系统 我们只有更多的去认识到这一点 认识到我们和人工智能的不同 理解到它有哪些地方是超强的 是强于我们的 但是理解到我们有哪些地方和它不一样 能够把我们自己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发挥出来 我们才不会让我们自己的智能退化 才不会让我们的文明退化 所以未来在我看来 人工智能和人会走两条非常不一样的路 人工智能会做到许许多多许许多多 我们人类做不到的事 它会是我们的辅助 是我们的工具 而我们人 如果我们让我们的智能在一直不断地向前进 我们的人可以一直和人工智能携手同行 就不存在威胁不威胁的事情 而我们一起能携手同行 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最大的意义就是让它让我们更多地理解我们自身 对人工智能思考越多 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心智系统是越神奇的 所以我们越了解人工智能 我希望我们也能越了解我们自己 人工智能在彼岸 我们在此岸 通过对彼岸的遥望 我希望我们能更多地理解我们人类 理解我们此岸的人类 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全景 更宏观的视角 去看待我们的地球 看待我们的世界 我们都能有一个综合全面的世界的模型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更多地去理解他人的心思 去理解我们自己的心思 去能够为自己做出决断 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智慧的最精髓的部分 所以呢 今天我讲的故事纯属杜撰 但是我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 我凝结成六个故事和两篇文章 在我下周要出版的新书里面 新书的名字就叫做《人之彼岸》 都是关于人工智能 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对人工智能的思考 更多地了解我们此岸的人类 这就是我今天希望讲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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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